自《庆余年》热播以来 观众们都热烈地期待着《庆余年2》的上映 果然不负观众所望 《庆余年2》将在2021年9月开机 有望于2022年与观众见面 自看完《庆余年》之后 小编就对《庆余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故把《庆余年》原著小说看了一遍 今天把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与大家讨论一二 《穿越者》的问题 书中是有穿越者 不过只有一位 那就是范贤的老妈叶钦梅 至于范贤和武竹 且听小编慢慢道来 神妙的来历 庆余年的背景是在未来的某个纪元 由于核武器战争导致人类几乎灭绝 只留下一座破败的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内有一台高级AI设备同理 不定期地抓捕一两个人类 注入思维帮助人类发展 这个高级别的AI就像一个长生不老者一样 在无尽的岁月的积累下 收藏了无数的高端功法 叶钦梅的来历 叶钦梅是穿越者 穿越以后却被神庙抓走 准备灌输思维 叶钦梅带武竹逃出了神庙 并偷走了许多高级功法 逃出神庙后遇见两个人 给了一本功法 就造就了两个武学大师 叶钦梅逃出神庙后 先是创建了叶氏商行 再是结交沁帝 陈平平和范健三人 在叶钦梅的帮助下 沁帝夺得地位 而叶钦梅超出常人的智慧和手段 被沁国大臣被誉为仙女 对叶钦梅推崇至极 范贤的来历 范贤并不是穿越者 范贤前世名叫范慎 身患重症极无力 虽然死亡 但是思维被保留了下来 机缘巧合之下 思维被注入了范贤的身体 如果说范贤是穿越者 只能说他是被科技带来穿越 武竹的来历 其实细数近于年 武竹身上的秘密最多 不会功法却武功高强 不修炼却长生不老 戴眼罩却对身边的一切都能精准地计算 作者对武竹的解释其实很简单 武竹是一名生化机器人 他的眼睛是雷射激光武器 由于自己不好控制 且威力巨大 只好天天戴个眼罩装作瞎子 沁帝为何杀叶青梅 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了 叶青梅是沁帝设计杀害 沁帝杀叶青梅原因有三 一是叶青梅威胁太大 叶青梅为了帮助沁帝上位 在超远距离用巴雷特狙击枪 狙杀了前任皇帝 斯里里的爷爷 这才有了沁帝的位置 沁帝自然怕叶青梅用同样的方式 狙杀自己 所以设计杀害了叶青梅 由于沁帝并未发现巴雷特狙击枪 所以天天练习射箭 以防止狙击枪 二是叶青梅名望太大 叶青梅创建夜市商行监察院 帮助沁帝夺得地位 被誉为仙女 自然威望极大 而叶青梅一生 想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这自然是沁帝所不允许的 三是沁帝疑心太重 如果说前两条是诱因的话 沁帝的疑心 则是杀叶青梅的主要原因 叶青梅从神庙中 带出来的霸道真气 谁也没有修炼过 自然不知道修炼过程 其实霸道真气是破而后灭 修炼到一定程度会经脉禁断 从而突破极限 沁帝在打仗时突然筋脉断裂 幸而陈平平千里奔袭 才救回一条命 沁帝认为叶青梅传授功法时藏私 才狠心杀害叶青梅 杀了叶青梅后 发现自己突破极限 成了一名大宗师 最后的结局 范贤等人查出来母亲死亡的真相 陈平平和范健都被沁帝杀害 最后沁帝和五竹决战时 接下了五竹的眼罩 雷射激光这种武器自然不是人类能够抵抗的 最后死于五竹的雷射激光眼镜中 当然剧中还有许多看点 比如神庙追杀范贤 比如范贤的爱情故事 不过更令人期盼的是第二季胡歌的出演 不知道胡歌将会出演什么角色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青梅年二已官宣 却迟迟不开拍 只因全剧组都在等他渡过难关 这两年 国产剧确实出现了不少让观众惊喜的作品 无论是演员的选择 还是剧本的改编方面 都得到很多人的满意 但是对于优质剧 很多观众往往会觉得看不过瘾 所以在千呼万唤中 第二部也就会应运而生 而这些年 也有不少电视剧都拍了第二部 甚至第三部 但是有些延续了经典 比如《还乐颂》以及《暗黑者》 不过也有些却是毁了经典 比如《江夜》 而今年最受观众期待的续集电视剧 就是《庆余年二》 这部剧虽然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但是却有着非常高的还原度 而且在很多细节方面 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处理 所以当第一部结尾后 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第二部 早前《庆余年二》 终于传出了即将开拍的消息 而且在发布会上 一众主创也都出席现场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部剧却仍然没有传出该机的消息 之后有知情人透露 现在演员方面还没有全部到期 所以全剧组等一个人 其实剧组也清楚 想要延续《庆余年》第一季的经典 那么保持原班人马将是最基本的条件 而现在所有演员里边 有三个人的变数比较大 分别是李庆饰演的林婉儿 肖战饰演的颜冰云 以及宋毅饰演的范若若 其实在《庆余年》里边 林婉儿虽然是名义上的女主角 但是戏份并没有那么多 第一部只有前半部分出镜 后边十几集都没有见到过 而在第二季里边 林婉儿戏份确实会多一点 但是没有到特别重要的地步 而《庆余年的》原作者猫腻 其实对李庆饰演林婉儿 并不是特别满意 他坦言称 这个角色其实是照着林依晨写的 再加上现在李庆的戏约越来越多 所以李庆被换掉的可能性非常大 之前还有人透露称 第二季的林婉儿 很有可能由唐一新饰演 另一个不确定的角色是颜冰云 虽然在第一部里边的戏份非常少 可结尾处却已经明确表明 他将是第二部的重要人物 戏份一定也会增加 可因为二二七事件的影响 肖战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他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以及《斗罗大陆》也都因为这个原因迟迟无法定档 所以目前庆余年剧组也比较犹豫 虽然肖战的演技、人气以及收视号召力都非常不错 可是却可能导致整部剧面临无法播出的风险 所以之前有传言称肖战将会被换掉 而接替他演颜冰云的则可能是王又硕 不过导致整个剧组迟迟不开机的演员并不是李庆 也不是肖战而是宋毅 在《庆余年》里边 宋毅饰演的范若若确实给整部剧天才不少 而且跟原著的角色气质也非常贴合 虽然在发布会上面宋毅以主创身份出席 可是他才是最难以确定的演员 在拍摄《庆余年》第一部时 宋毅还是浩瀚新盘影视公司艺人 所以才能给拿到范若若这个角色 可是目前他已经跟公司解约 所以原公司希望可以让新人来演 可是庆余年的片方却更青睐宋毅 所以目前正在处于协商阶段 毕竟宋毅本身演技在线 而且也得到很多观众满意 如果轻易换掉 那很可能影响观众的代入感 自然整部剧的口碑以及收视率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观众的内容 如果您的体能在变成